雅虎TV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唐香龙 来礼拜天的时间 唐香龙的聊天时间 因为我节目是预录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国民党主席选举怎么样 我假定就说 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有投票权的 那你支持人当选 但其实 我就在这个时候 选一个有经验的就好了 因为接下去的2002跟 2022跟2024的 这两场的选举 我个人都非常看好 国民党都有机会取胜 好那我要谈什么呢 我们来谈一个 谈一个可能比较冷一点 比如说最近 在星期四的时候 有24架次解放军的战机 当年一天之内呢 来了24架次 当然说那又怎么样 第一个 对啦你也可以不把它当怎么样 我只把它当个影子 就是说 因为每一次当有大量的解放军的军机 出现在台湾的周围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寻求一些解释 就是说 他想表达什么 因为通常这种的动作 他也不知道真的要对你怎么样 他就是OK让你知道 我来了 我走了 那但是他总是要知道说 我有些 有些话 想让你知道 那在过去如果说 两个关系是很紧张的 如果真的很紧张 那就不会是这种的走法 就是他就直接的往海峡中线直直的冲过来 直直的冲过来 那你压力很大了 如果如果直直的直的冲过来 你整个的台湾的台湾西海岸的这些防空的这些 这些网的全部都要升高警戒 那甚至于可能连横山指挥所 那连禅出山的这些情报监听 连蔡英文总统可能都要 都要开始做移动 通常像这么多的解放军的战机过来 他又不冲海峡中线 他从东南防空识别区里面进来 那个表示还给你点面子 我说给你面子就是说 我没有碰触到海峡中线 我是从海峡中线的南端切进来 第二个这条线 唐教隆部就讲 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 我说同理心的人就是说 我不是那种拉帮结派 因为我在台湾 所以大陆做什么都不对 解放军做什么我们都要骂 然后都要开始强硬的杠回去 那个没有意思 就是你客观去思考 如果你是解放军 那你对于要如何去揉出一条 可以离开第一岛链的航线 巴士海峡是一定走的 他走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个截角过来 我也解释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台湾如果够意思 就自己把防空识别去修一修吧 把那个西南角就截掉 省得你一天到晚拉防空警报 帮那飞行员搞得累得要死 没有必要 好那这24架次来了之后 总是反映了最近的两岸之间的 这种的军事上面 有很多的角力 我们刚刚汉光演习完嘛 汉光演习完了之后 又秀了一些的鸡肉 然后又买了一些的一些导弹 包括暗制鱼叉飞弹等等 然后也不断释放出呢 我们的所谓的所谓的熊生计划 熊生计划呢就是熊二一 熊二一的这个呢 已经算是呢中程导弹的这个系统 那也已经准备要公开了 这些都有一点呢 在跟解放军呢 在隔空喊话在角力的味道 所以我预期啦 未来这种24架次 25架次 28架次 我觉得未来会常态化 他就是把施压当演习 但是因为他走的是西南 西南的这个角落出来 然后呢穿过巴士海峡 顶多最近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他穿过巴士海峡之后 他还会到台东外头这边呢 绕一绕 那台东外头这边呢 屏东的九棚基地也好 加山的就是说空军基地也好 都在这个位置上面 到这个地方走 尤其电阵机过来 我猜想有一些 我们不太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纯粹是属于 军事情报的试探上面 有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事 但是解放军的这个军机的走法 到这个地方 他应该不会只是单纯来到你家门口呢 逛一逛耀武扬威 他应该是有一些 有一些他想要去了解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同一天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透过视讯 在联合国讲话 习近平说我们没有要去侵略 我们没有要去欺负 我们换成说中国大陆呢 没有要走扩张主义的道路 我认为那是事实啊 解放军已经有42年的时间 没有对着中国边境以外 发射一枪一炮 作为一个大国 这个其实很难得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美国办不到 俄罗斯办不到 英国办不到 大部分的国家都办不到 但是中国办得到 那中国已经解放军42年 42年都不打仗了 结果还要被贴上一个 好像在走扩张主义 然后呢在威胁呢 其他的国家 在扩张自己的 自己的势力地盘 穷兵独武 我如果是中国 会不会觉得冤冤枉的大人 我哪里是这样的人 习近平前一天才讲话 第二天的解放军 二十几架军机呢就过来了 他并没有把台湾的问题 对于中国 你要去解释 中国大陆的军事动作的时候 你要把台湾这一块 要拉到旁边去 就是所有有关于 中国大陆的军事 尤其是要去把它描绘成 一个正在快速地 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正在扩张自己的 自己的势力范围 同时呢准备用 比较强大的肌肉 去压制呢 周围的邻国对手 让人家呢 望而生畏 你要把台湾放到一边 因为他对台湾的处理的态度 不能够拿来当作sample 可是问题是西方国家 都是拿台湾当作sample 说你不是才刚讲过 说你不会去欺负 不会去侵略其他国家 结果第二天呢 就派这么多的战机 又到台湾那边绕 什么意思 基本上面解放军 当然他现在 现在对台湾 坦白讲了 他已经到了 要收拾台湾的准备阶段 什么时候会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习近平 我只是说 你看他的所有的动作 他就是在一个准备阶段 那这些准备呢 越来越完整 包括他的动机舞 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一些的导弹的系统 其实我觉得 也已经很完备了 这些平常我们在台湾讲 大家都麻木了 所以今天我们 从一条新闻讲起 这条新闻 在 我看这条新闻 在台湾的时间 出现是在9月23号 9月23号的时候呢 有一条新闻 这是美国的 美国空军的官方网站 这官方网站 在9月21号的时候呢 就是就看了一条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有关于美国的空军部长 这个空军部长叫做Candle 他在呢参加美国空军协会 美国的空军协会叫Air Force Association 那Air Force Association呢 他们办了一个论坛 叫做Air Space Cyber 那这个空军的 空军的这个就是网络论坛 那这个会议里面呢 这Candle呢 发表了30分钟 他是美国的空军部长 他发表了30分钟的讲话 大家把他算了一下 他30分钟的讲话里面 提China 提了27次 提俄罗斯呢 提了三次 还有三次提到阿富汗 所以你可以讲的 这个Candle呢 整篇的30分钟的演讲 空军部长 整篇的演讲 都是冲着中国来的 没有错 其他有个副标题 已经呢 已经很清楚了 那这个的 Candle的这个演讲的 这个呢 在标题当中就写的 Candle presents Anspiring Anspiring Blueprint For Confronting Confronting China Artist 好 那基本上 他就冲着 冲着中国呢 在讲话 好 那 你知道 Candle呢 怎么讲 Candle呢 Candle说 那之后呢 他又接受了 美国的这个 防务新闻的专访 他说呢 他要调整美国空军 下一个年度的 预算的时候呢 他说 我坚持要以呢 高端的威胁为导向 Candle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如果美国的空军呢 要发展的项目 不能够让中国害怕 那我们就应该仔细想想 我们发展在干什么 好 那Candle说呢 要努力应对中国的威胁 是促使他呢 离开了军队 重新愿意回到 五角大厦工作的原因 就是说 我之所以回到 Pendagon 回到美国的国防部 五角大厦工作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为中国来的 我Candle呢 就是跟中国对上了 那一个空军部长 这样讲话 我觉得还蛮赤裸的 其实还蛮刺激的 那他说 他在今年5月25号 参议院提名 确认听证会上说 我在2011年就发现 美国的潜在对手 已经提升了 他们的能力 那他讲对手是中国了 他说中国研究了 我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当中的成功 并且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 那同时呢 也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击败美国在中国附近 投射力量的能力 好那Candle呢 在接受美国空军时报采访的时候 又说 他说呢 我告诉你今天的美国呢 美国呢 在距离呢 在距离呢 中国的海岸线呢 1000英里呢 的距离之外 美国都拥有绝对的优势 可是呢 一旦到了1000英里之内的时候 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了 意思就是说 在距离中国1000英里以外的地方 中国是没有 跟美国是没有什么好拼的 不是美国的对手 可是1000英里以内不一定 那1000英里 1000英里你画一画 1000英里就已经快要到关岛了 以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来讲 这个叫Candle的美国空军部长 在告诉你就是说 在整个第一岛链的范围之内 我们如果真的跟中国打起来了 我不知道输赢 因为中国现在力量是很强的了 再透露说呢 在他宣誓就职之后不久 在国会山庄的一次早餐上面 这里有参议员 参议员呢 这乔温呢 就问他说 你上任之后的优先的事项是什么 Candle说 优先事项有三件事 他告诉这个参议员说 有三件事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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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篇的报道 因为登在美国的空军的网站上面 我觉得 我觉得在美国当一个军事将领 还蛮屌的 就讲话就是很赤裸 就是对我告诉你 老子之所以回到呢 回到呢 五角大厦 老子就冲着中国来的 而且呢 我所有的演讲里面呢 我几乎的没有其他字眼 就是China China China 讲了27次 然后呢 所有的访谈当中呢 任何人来访问我 我里面谈的都是China 我之所以呢 人家告诉我说 我当了空军部长 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是都是跟中国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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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美国现在的调子是吻合啦 拜登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以反中为主的美国政权 你知道拜登最近甚至于 在他的 在他的政府体系里面 要成立了一个China House China House 你看过那部影集叫做纸牌屋嘛 他们已经不玩纸牌屋 他们现在是玩China House 好 然后在Kendall呢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当中 他透露出一个关键数据 他说呢 现在在加州呢 一个叫帕尔姆戴尔的空军的 42号工厂 因为这个工厂呢 正在生产 正在实验 美国最新的B-21的隐形轰炸机 到之前美国的 美国隐形轰炸机呢 是B-2 然后中国大陆呢 你有没有看到中国大陆 轰20的样子 中国大陆那个轰20啊 我说看到的影片啊 那个轰20 什么时候会出来 我们不知道 那轰20的那个样子 跟B-2就一样 所以美国人很像 说你又偷偷操我的 那外形是很像的 但其他是不是一样 我不知道 但是美国在发展 这个呢 Kendall在说呢 我们发展了新一代的 新一代的B-21 那个B-21啊 会让中国很害怕 他说而且我们不是只有两架呢 在实验机 我们一次造五架实验机 他造五架实验机是什么意思 造五架实验机 通常大概都是造两架的原型机 测试机 造五架的目的呢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案子呢 很重要 而且呢 势在必行 所以我造五架 第二个造五架呢 可以让他测试的时间缩短 因为有五架可以用嘛 表示他很急的 要让B-21呢 能上线 好那在Kendall呢 Kendall讲他说呢 正朝着2027年 2021年啊 他说2022年就希望呢 能够让B-21呢 能够首飞 他说这个是可以下倒中国的 有跨越式的这种的军事科技 好那不管这Kendall怎么讲 我看到呢 看到Kendall看到美国的空军部长的 这篇的报道的时候呢 我形容的美国的军方的讲话 有高度的那种的基本教育派的气质 你知道其实他只是穿着美国军服的塔利班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 你看到美国的美国的军方 他在投射他的假想敌的时候啊 我都不知道他对于 他对于呢 中国对于解放军的那个敌意 这么强 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到底什么地方 就中国解放军到底招了谁 惹了惹了谁了 然后呢会让这些的美国的军人 表现出这么强烈的觉得 我一定要 一定要呢 一定要征服 一定要战胜 我一定要打败解放军 我一定要拥有绝对的优势 让他害怕 你会你会你会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很很失败的军人的政治教育吧 这种政治教育当你锁定了某一个假想敌的时候 讲起来咬牙切齿 好像恨不得呢 把把把把中国的中国的骨头呢 拆了把把肉给吃了 把血给喝了 听起来很惊悚 可是 我在我在看到美国的美国的这种的军事投入的时候啊 他再一次的反应就是说 美国呢 美国其实是一个 他越来越让我觉得 美国是一个高度的 被他的军工复合体 以及呢 依赖这个军工复合体呢 而找到自己存活的正当性的美国的军方 所绑架 美国的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算是民营的 可是他军人呢 是一为二二为一的 这两个系统bundle在一起了之后啊 他他所营造出来的 这个美国的那种的强大的国力 当然对一个好战分子来讲 会觉得很兴奋啊 我的肌肉很很大科啊 我打遍天下无敌手 除了在阿富汗呢 被被被人家羞辱的莫名其妙 然后去轰炸呢 又炸错 可是他终究肌肉很大科 我只说美国的 美国的这种的高度的军事投入 借着呢 把中国的妖魔化 让自己的军事投入呢 持续的扩张 这件事情 你从你从这个candle的讲话 你就知道 在未来很长时间 他都不会改变 他就是美国的基调 好 但是这种的调子 第一个 你看到 你看到地球上面呢 经济实力 政治实力 军事力量 最强大的国家 他持续把他的大量的资源 消耗在军事的压制力量的取得 这个真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人类 人类历史上面的悲剧啊 美国这个国家 这样庞然大物 可是因为他的庞然大物 他的优势 让他自己的感觉 他一直是透过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达到这个 这个呢 这个控制这个世界 统治这个世界的目的 现在中国起来的时候 他非常没有安全感 这可以理解 可是倒过来讲 中国 所谓的一千英里 为什么 因为中国采取的是防御的态度啊 这一千英里的这样 candle所画的这条线 非常有意思 第一个凸显了 其实中国并没有在扩张啊 中国的一千英里 你算也算也算 一千英里呢 除了除了除了他 他他主要的主要的这些呢 这些呢 航空的兵力 然后呢 他海上的这个 这些呢 作战的舰艇 他比较有有效的 能够呢 能够呢 发挥他的战力的话 因为他背后可以 一千英里可以后面 可以依托他的一个 就是说 一个暗制的导弹 那个导弹呢 可以呢 去cover 他的海空军的力量的不够 可以跟美国在一千公里的 一千英里的范围之内呢 去对决 他终究是反映了 中国 中国并没有很强的扩张性啊 第二个 他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 Kendo的讲话 可能让大家担心的 就是说 Evan你有 你有B21好了 可是 他终究投射出来 就是Kendo也承认 在一千英里的范围之内 美国已经 没有什么相对优势了 在没有什么相对优势的 情况之下 美国现在呢 不断的就是要求台湾 要求韩国 要求日本 在低岛线的这些的国家 要增加自己的军备的采购 要武装自己 把气氛搞得很恐怖 让你没有安全感 买武器 同时呢 又不断的想要去 想要去营造出一个呢 一个呢 台湾呢 随随时准备跟解放军要对干的气氛 这个对台湾好吗 坦白讲 当然不好 就美国已经在告诉你 这个空军部长在告诉你 如果真的在台海 在低岛线范围之内打一架 美国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既然没有什么把握 那打到后来的时候 台湾到底会得到什么 我要讲的重点只是说 我们已经很习惯的是去听 美国的这种的耀武扬威的 就是说军方的放话的语言 但是你往往忽略了 他其实是高度意识形态 我说他是穿着美国军服的塔利班而已 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 只是塔利班翻过来 还是塔利班 还是呢 把自己的每一场的战争 把假想敌妖魔化 把自己的每场的战争的 想象成圣战 他不过就是美国的圣战士啊 你听到的这个空军部长 Candle的讲话 你不觉得他就只是穿着 美国军服的圣战士吗 那台湾在这种的 就是说军事对比之下 我只再一次的提醒 现在两岸的情势变化非常非常快 虽然我们在这环境里面啊 温水煮青蛙了 因为大陆朋友说呢 台湾是井底之蛙 说台湾是绿蛙 台湾是蛙岛 对台湾呢 除了井底之蛙之外 最可怕的是温水煮青蛙 台湾其实保持一定的防御力量 OK 但是这个防御力量 只是要增加呢 解放军呢 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时候的军事成本 而不是想要呢 去塑造一个 我可以跟解放军好好的打一架 而且我会赢 那是错的 第二个 台湾的老百姓 包括我们的观众 我无非都只是在说服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两岸之间一定要从政治的角度去对话 政治的角度去处理问题 任何可能引发军事冲突 都会给台湾带来莫名其妙 而且不可修补的伤害 好 这个Kendo的空军部长 讲话当然 从美国的角度呢 讲的是轻轻松松 不痛不痒 对他来讲 他的所有利益都在一千英里之外 可是在一千英里之内 他只是告诉你 就是说他要产生某种的威吓力 好 这是一篇的 听起来是很军事 可是 我觉得很惊悚 他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量 其实还蛮大的 以美国最优势的空军 他对于距离中国大陆边线 一千公里 一千英里范围之内 他都已经没有把握了 那台湾 在面对到解放军的 24架次 25架次 28架次的军事试探的时候 台湾到底该采取一个军事的视角 还是重新构造一个政治的视角 两岸之间在政治上面是完全中断的 连水果贸易中断了之后 你要去谈 你都不知道从哪里谈 这才是台湾最大的风险 好了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地方 其实我们还蛮喜欢自己的生活 蛮喜欢这块土地的样子 那我们就得要努力的想想看 怎么样的让我们喜欢的生活 不至于发生天翻地覆 而且不可回复的改变 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关注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TV 祝我们快乐 下回见 拜拜